各位 我真的忍不住了 也都不想再忍了 今天我就要来吐槽一下 在我学情以来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话题 而且这个话题 并不是只有一个老师说过 是很多老师都说过 连我身边最好的朋友也说过 所以今天我就不客气了 不要怪我 说起这个律动拍子 我们国人们最喜欢 就是在这个第一拍跟第三拍的时候打中拍了 1 2 3 4 怎么样 是不是很傻 不够高级对不对 但老外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中拍就喜欢放在第二跟第四 1 2 3 4 1 2 3 4 怎么样 是不是 是不是即使劲了很多 是不是高级了很多 所以国人们 我们就要学这种244中拍的打拍子方式 一位老师 我劝你 有病就要去看 病向前中医知不知 弹吉他 关锅不高级什么也是 在漏气 那么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 一三拍是重拍的音乐 跟二四拍是重拍的音乐的区别 我相信 无论你弹不弹吉他 懂不懂音乐 听到这段音乐以后 只要你的耳朵没有毛病 都能听出这两种是有区别的 这两种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也相信 有人会喜欢一三拍是重拍的音乐 也会有人喜欢二四拍是重拍的音乐 这两种形式的音乐 本来就不是对立的呀 都是各自有各自的风格 那为什么要偷上一个高不高级的说法呢 音乐艺术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它是多姿多彩多样化的 有各自不同的风格 类型跟表达方式 你作为一个老师 你喜欢二四拍是重拍的音乐类型 是没有问题的 但请不要因为你喜欢 就套上高级这个帽子 弄得只要不是你喜欢的 就变得很低级一样 而且我最生气的就是 这些老师们 动不动就戴上国人这两个字 本来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但只要戴上国人这两个字 就变得非常严重的感觉 国人节奏感不好 国人乐感不好 国人欣赏水平不高 这个东西 和国人有什么关系呀兄弟们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的啦 不要讲的只有我们国家才存在好不好 你不喜欢 就不喜欢啦 不要戴上国人一两个字好不好 因为你不配 你也不代表所有国人 我喜欢的是 只要不违法 不影响这个社会 我终于的什么关你关系吗 我就弹个吉他而已嘛 怎么最后到你嘴里 就上升到国人的层面 这样这样这样呢 作为一个老师 你最重要就是传达正确的观念 引导你们的学生 找到他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发掘他们内心的想法 让你的学生们 在这个行业里面 发光发亮 而不是灌输一些攀比高不高级的言论 如果你的老师是这样的人的话 同学 我劝你早点退费保平安啊 所以大家要记得 尊重所有人喜欢的东西 也尊重自己 爱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是成田 我就喜欢一三拍是中拍的音乐 各位老师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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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